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坏习惯短命折寿 可以说生活习惯跟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寿命息息相关 但医生说很多人根据经验养成的一些所谓的好习惯 却会让人离健康越来越远 那么到底是哪些习惯呢 赶紧看看你有做错的吗 现在改还来得及 一 睡超过九个小时的美容觉 伤心 睡眠是天然的美容师 因而很多人喜欢周末的时候 一觉睡到中午 又或者总习惯在前一天熬夜后 第二天增长睡眠时间 以补足昨日缺失的睡眠 然而美国的一项研究却发现 睡眠时间超过九小时的女性 比睡眠时间在八小时内的患心脏病的概率高出了百分之三十八 不仅如此 睡眠时长在九小时以上的人 死亡风险比七到九小时的人高出了百分之三十 建议 每天睡七到八小时足矣 睡眠过多和过少都会影响身体代谢和内分泌功能 从而引发炎症 血管损伤和昼夜节律失调 增加疾病风险 若是前一天熬夜 中午可以补个二十分钟左右的午觉 二 常喝营养丰富的浓汤 伤肾 现代人喜爱喝汤 没胃口了喝点汤 生病了喝汤补补 炖一次汤不仅要买很多种食材 还要精心守着它炖几个小时 但酿汤好喝 营养却未必好 还可能在不知不觉中生肾 一 熬煮越久 脂肪飘零含量越高 一些人认为 熬出的白色浓汤营养丰富 实际上 汤越浓 脂肪的含量就越高 所谓乳白色的汤汁 其实就是乳化的脂肪 而且随着炖煮时间的延长 汤中的飘零含量也会急剧升高 长期食用高飘零饮食 不仅容易引发痛风 还可能伤肾 二 汤的营养不如肉 熬煮时 溶解在汤中的营养物质其实很少 近90%的蛋白质 以及大部分维生素A 烟酸 铁 新等元素 仍然留存在肉里 因此与其喝汤不如吃肉 建议 一般在家里煮汤30分钟左右 等食材都熟透即可 汤和肉都要吃 三 洗食淡水于生鱼片 伤肝 天气炎热的时候 有些人喜欢吃生鱼片 另外像潮汕 中山等地人 很喜欢喝生滚鱼片粥 而为保持鱼肉的鲜美 烹饪时并不直接煮鱼片 仅仅是将滚烫的米粥 浇在腌好的生鱼片上 而这些未熟透的鱼片中 可能存在肝吸虫 它可以寄生在人体的肝胆系统 产生毒素和一些分泌物 损伤肝细胞 胆管上皮细胞 引起肝脏反复的炎症 坏死纤维化 可能发展为肝硬化 甚至导致肝癌 因此 不管是何种水产物 都最好煮熟透了再吃 更安全 四 少吃多餐 伤胃 近年来少吃多餐的观念深入人心 不少人觉得 减少每顿饭的食用量 增加每天吃饭的次数 有助于减轻吃得过饱 带来的肠胃负担 达到养胃的目的 还能帮助控制体重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一 延长胃工作时间 进食的次数增多 相当于延长了胃的工作时间 尤其对于经常吃宵夜的人来说 胃将宵夜吃进去消化后 停工短短几个小时 就又要开始消化早餐 长期如此 胃得不到足够的休息 就容易受伤 且达不到良好的自我修复状态 二 增加胃部刺激 对于胃炎 胃溃疡的患者来说 少吃多餐会反复刺激胃黏膜 增加胃酸分泌量 不仅不利于病情康复 还可能有所加重 三 不利于体重控制 少吃多餐这种高频率的进食方式 不利于提高饱腹感 相反的 每次只吃少量食物 会让人觉得饥饿 不自觉地想要增加高热量的摄入 久而久之 容易造成体重上升 增加多种疾病风险 建议 养成一日三餐 定时定量的好习惯 才更利于胃部健康 不过 对于消化不好的老人 糖尿病患者 肠胃到手术后的患者 可以适当少吃多餐 五 吃得太清淡 伤脑 越老越怕生病 尤其现在很多疾病 乳酸膏 脂肪肝 动脉硬化等 都是吃出来的 因而一些老人认为 最好的预防疾病的办法就是 不吃肉 多吃素 但长期如此 很容易出现营养不良 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 由于人体消耗减少 能量的需求明显下降 但由于机体功能的逐渐衰老 退化 对蛋白质 矿物质 维生素等营养素的需求量 反而增加 肉类拥有丰富的营养蛋白 以及人体必需的铁元素 新元素和维生素B12等 长期不吃肉 蛋白质供应不足 免疫球蛋白生成减少 导致免疫力下降 更易引发疾病 而铁元素缺乏会引发贫血 维生素B12缺乏 会让红细胞变得脆弱 并损害神经细胞 亦导致痴呆症 建议 每天都应该摄入适当鱼类 肌肉 蛋类等优质蛋白质 和适量的脂肪 荤素的搭配 最好保持在3比7 六 日行万步 伤膝 日行万步是很多中老年人 遵循的运动准则 因而每天就看着 手机上的步数走路 但对于中老年人群 膝盖骨骼退化 膝盖罹患疾病的风险 本来就大 如果每天盲目坚持日行万步 原本轻松地走路运动 反而会变成高强度锻炼 更可能使膝盖骨骼受损 出现红肿 发热 疼痛的症状 而对于已经罹患骨关节炎 骨膜炎 痛风等疾病的人群来说 则更容易加重病情 建议走路也要量力而行 每天走半小时左右 走完之后 有微微出汗的感觉即可 饮食不规律 缺乏运动等不良的生活习惯 使得很多人每天排便都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 为了解决这一困扰 有人会选择喝点长青茶 有人会选择多吃香蕉 但专家表示 市面上的长青茶里 基本上都含有番蟹液 大黄等有刺激性的蟹药 喝完的确能加快肠道蠕动 促进排便 但这些药物中 大多含有N坤类化合物 会刺激成黏膜神经 长期服用 或是过度依赖 反而会加重便秘 至于香蕉 不管是含水量 还是纤维素含量 都不多 并不能起到帮助排便的作用 若是吃了比较轻的 并未完全成熟的香蕉 其中的柔酸成分 反而会加重便秘 建议长柔腹 多运动 多喝水 都有助于缓解便秘 另外还可以补充益生菌等 改善肠道环境 也能帮助排便 医生说 养生不但要讲究科学 还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所以不要乱用方法 瞎跟风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